但小江生和哥哥们的日子越过越好时 尽得知自己是将军府被调换的嫡女 此时大哥的会是榜首被世家方家顶替 福尹害怕得罪方家这个世家大祖 不肯为许莫主持公道 小江生只得去求江家帮忙 江家为大哥在皇上面前挣来了重新考试的机会 小江生为了报答江家的帮忙 自愿回到江家 可当小江生回到江家才发现 母亲似乎并不欢迎自己回来 到现在大半个时辰了 两院的人都没动见吗 二爷忙着公务 大公子和二公子在国子间还没下学 二夫人带着四小姐去踏青了 三小姐烫伤了手 夫人刚叫过夫人 所以江家嫡女回府近一个时辰 竟没见到第二位江家人 好 好 好 不见就不见了吧 左右回府也不是为了他们 怎么不玩了 还没到饭点 再玩会吧 不了不了 黄一会就很开心了 再说了 也不能把祖母量上一边 你年纪大了 该找个地方歇息 可不能了 站着 好 那咱们去吃饭 老夫人 姑娘 还有几道顿菜火候没到 一会再给你们上 南南 南南 来尝尝 红闷的带皮羊肉 我听司青说 你喜欢吃羊肉 一直都想给你送点 又怕扰了你的清静 也别只吃这道 尝尝别的 这是爆炒的小嫩羊 卷了薄饼再撒点薄脆 味道层次丰富 这是酸甜口的炸肉片 裹上点葱丝一起 这葱清甜不辣放心吃 祖母你也吃呀 这么多东西 我吃都浪费了 不会浪费的 太月也要吃的 大丫鬟小四们都会分得几口 这也算是大户人家不成文的规矩 主子吃剩的东西 由丫鬟小四们分食 小江生的表情 一下子比重 姑娘这是舍不得了 咱们风筋的石家就没人吃过剩饭 姑娘要是还想吃 让大厨房做就是了 不是这个 小只大户人家的丫鬟伙食不错 但是没想到人羊肉牛肉都能吃到 大凡我当初有个户籍 肯定卖身当丫鬟去了 江生兴高采烈 一扭头 看见了眼眶通红的檀月 和面色凝重的江老夫人 我现在挺好的 你丫鬟强多了 大哥已给我落了户籍 每天都能吃到肉 还能赚钱 甚至给别人发钱 江老夫人将她揽入怀中 狠狠地抱怼 也是这一刻 她听到了祖母心脏的跳动 闻到了让人安心的味道 男男 我们男男独自长大 想必吃了不少苦 以后就跟祖母一起生活吧 吃过午饭 小江生便睡下了 这一睡就睡到了晚上 小江生醒来 就听到外面有些吵闹的声音 这些声音 好像来自最近的德仁运 小江生果断地奔过去 逝去的江老将军 共有一滴一束两子 嫡子就是小江生的父亲 江将军 目前在西北镇守边疆 其夫人子女 邪老夫人住在东院 树子则是高高大大的文官江济宗 目前就职于汉陵院 邪子女夫人居住在西边 两院交集不算多 但一文一武 相辅相成 在封京奠定了江家超然的地位 平日里不见忙碌 天天就今儿一个人都不见 是诚心的还是故意的 血脉清晴在你们眼里算什么 是不是连擦肩而过的路人都比不上 整个院子里多少耳目消息 怎么今天就失灵了 还是你们瞧不上我老婆子找回来的人 这话有些重啊 江家众人全都下雨场 江成峰和江成院尚且有些迷茫的对视 母亲息怒 今日着实是汉陵院耽误了脚步 视而不对 只是母亲刚刚的意思 是男男回来了 今天回来的 江济宗微微一笑 江成院和江成峰已经激动起来 江成瑜也跟着前后张望 在哪 人在哪里 可真正与江生血脉相连的江夫人 却只是沉默着站在原地 一言不发 廖氏 不问问你的女儿在哪里吗 当然是要问的 今日也是成欢烫了手 而喜实在抽不出时间 那今晚是怎么抽出时间的 莫非是烫伤以及完好 自然是没有好的 成欢她身子虚弱 还请母亲引许儿媳 带她回去休息 免得再生病痛 连江成院都有些疑惑 母亲 成欢身子弱 可以先让丫鬟扶回去 今天将生回来 总得先给她接风洗尘才对 是啊 是啊 当然是要接风洗尘的 只是事情要有先有后 我先把成欢送回去 再给她接风洗尘也来得及 对对 夫人还要回去 娶给姑娘的见面礼呢 除了地气 我还有一百两的金子 还有祖父给个刀 大哥 你脑子有问题 谁家见面里送刀 送金子 不如换套头面合适 三人嘀嘀咕咕 倒是热闹 角落里的江成欢 傻呆呆盯着 心中凄除与失落 却也只能在无人处红了眼眶 成月 成月你姐过来 一头雾水的大公子走了过来 最近我的嫁妆铺子出了些问题 你妹妹身子也不大好 需要的营养品都快买不起了 忠愧素来都在你祖母手里 我竟是连个贱面礼都拿不出了 那我把一百两金子给母亲 把地气送给江生 就只给她 成欢也是你的妹妹 别忘了 仪式同仁是你的承诺 江成月内心挣扎 她本身积蓄就不多 月银几乎都用在江成欢身上 这百两金子和地气 还是祖父在世时给的私房 全都拿出去了 给小江生什么 总归都是做贱面礼的 你给我给有什么区别 放心吧 白悔在天席 就说是我们母子一起给的 话都说到这种地步了 江成月也只能动身去取金子与地气 江料是心满意足 难怪醒来没看见祖母和谈月 原来是在给我出气呢 其实也没必要的 小江生觉得自己并不在意江家的任何 他一向知足 有五个哥哥就够了 但你不愿意认我这个母亲 我也不强阔你 这是你的贱面礼 小江生叹息一声 他脖梗上带着江成月送的阴落 手腕上是二夫人给的金手镯 另一只手捏着暗含机关的银簪 怀中微露五百两的银跳的一角 而自己的亲生母亲只送了五十两银子 江老夫人脸上一满失望 第七 第七去哪里了 母亲 为什么会是五十两银钉子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第七你让我保管着的 带你澄清再交给新媳妇 母亲手头囧固你也知道 这五十两还是承欢停了补药生出来的 江成月已经说不出话了 连康兄妹都拿出了金子 而她这个敌兄与敌母合起来 才拿五十两银子 愧疚席卷全身 江成月甚至不敢再去看小江快 她茫然无措地念叨着 为什么 一步步离开德人院 头也不回 谢谢江夫人 但是不要更重要 还是先喝着吧 你这是嫌弃少了 若是觉得二房给的都便是亲人 那你去认二房好了 说吧 扬长而去 祖母 江家是不是又弄错了 到底是十一岁的小姑娘 怎么可能不期待母亲 不期待爱与关怀呢 一次错 岂能次次错 江家自有江家的能力 绝不可能再出现错任乌龙 祖母别误会 我没有难过 我就是不太明白 岂止是她 所有人都不太明白 第二天 天光刚大亮 小姑娘还在寒睡 江老夫人早早地起来 赶到江夫人的主愿 见过母亲 母亲可是 母亲 母亲上来就打我 可曾想过 我是将军的嫡妻 廖氏 我以为我们心照不宣 辛苦四年找回来的孩子 就算你没有偏堂天爱 也得维持个表面功夫 身为亲生母亲 拿出五十两文银的界面里 连书审 堂兄妹都不如 甚至还要刻扣下兄长 给妹妹的物审 廖氏 你要我说你什么好 那您呢 你有祖母的样子吗 您是怎么对待成欢的 养了十一年的姑娘 与亲生的有合意 你非要让别人知道她是养女 是假的 江家那么大 江家不缺钱 多一个女儿不好吗 多一个敌女挡了谁的路 为什么要伤害她 就因为没有血缘 你可以为了敌亲孙女人伤害成欢 我也可以将她视若无度 更何况是她先不认我这个母亲在先 我哪错了 我哪理错了 江老夫人身形微晃 闭上双眼 我知道母亲性子厉害 无论多少虚与为仪都能看出来 所以我不做面子功夫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做不来也就是做不来 往后谁亏待我的成欢 我便对谁不客气 料是 你在为成欢愤愤不平的时候 可曾想过 江生是你十月怀胎生下的孩子 连江承愿都知道弥补 知道仪式同仁 知道两个都是妹妹 料是 你可有把两个都当做女儿 有些事情我不想说 不代表我不知道 料是 你是希望我把江承欢的血亲找来吗 心飘飘的一句话 足以让江料氏的笑容消失 面色苍白 或者说 把庆家叫来 把祭祖在青楼流连忘返的莲金叫来 总也得让别人妇女相见 血亲团圆 亦或者聊聊 江生当年到底是怎么丢失的 抱住她的是不是你料家的婆子 又是谁下的这个命令 母亲 我没有 没有 我不该对你抱任何期望 你太不聪明了料事 我只跟你做交换 如果你不想我把江承欢送回那个阿扎的地方 就扮演好一个公正的嫡母 别忘了 那始终是你怀胎十月生下的孩子 话落 江老夫人带着弹月转身离去 不是的 不是的 都不是的 好奇什么就问吧 老夫人 姑娘真是被亲生母亲给扔掉的吗 可以说是她 也可以说是廖家 当年她早产临盘 身子太过虚弱 前几个月男男都是放在我这里照顾的 半年后她身子爽利了 执意将孩子抱走 我做祖母的也不能阻拦 结果这一放手 就是十一年 我一直觉得江承欢不像江家的孩子 直到我查到了廖氏的娘家莲金吕家 才发现了蛛丝马迹 吕家当年因为犯下大错 整个吕家都受到牵连 便官抄家 罪则千里 廖氏的姐妹吕廖氏受到打击 没多久就病逝了 吕家儿郎一蹶不振 自此榴莲青楼 嗷嗷待哺的嫡女只能被扔回廖家 自此这个嫡女便消失了踪迹 老夫人是怀疑那吕家嫡女便是三小姐将承欢 难道夫人是受到娘家廖家胁迫 不得不扔掉姑娘 接受三小姐 廖家的所作所为我并没有确凿证据 一直隐忍不发也是想等祭祖回来处理 廖氏若是能够实大体固大局 廖家还有几天好日子 谭月扶着江老夫人回到得人堂 才发现江生已经起床 怎么不多睡会 已经睡饱了 再睡一只是躺在床上的眼睛 哥哥们从来都不累穿 他们特别努力 我也要努力 你的哥哥们都很优秀 也都是很善良的人 那是当然 我大哥的玩产无人能及 每次考试都能拿第一 我还等着他拿赵燕呢 我二哥算盘打得最好 我三哥辜负最厉害了 我四个医着人心 五哥最聪明了 哦 真那么优秀 一点水分都不差 从窦县令到考中童生 拿了秀才 又中举人 从破庙里到夕阳县 再到安水郡 辗转至风京 他们遇见过很多人 梳理过很多事 他们的人生很精彩 他们的未来很绚烂 江老夫人听得津津有味 直到谭月把早饭端来 祖孙两个才也未尽地停下 大厨房的师傅很喜欢姑娘 特意给他做了肉粥 吃起来软糯又可口 小江生一连喝了三碗才打住 又背着狗哥们偷吃了新的美味 江老夫人忍俊不惊 那我们去给他们送点吧 江生本然扭头 满脸不敢置信 谭月他们不爱喝肉粥 江家又没有吃剩饭的传统 扔了也是可惜 不如送点人情 谭月在旁边含着泪点头 对 不爱喝肉粥 好 啊 自然是好的 虽然才分离一天多 但他已经非常非常想念哥哥们了 也不知道哥哥们见到他 会是怎样吃惊的表情 在谭月的利落操持下 不过小半个时辰 祖孙两个就坐马车 赶到了二进小院跟前 我妹妹呢 我妹妹去哪里了 怎么出去两个月 回来妹妹还没了呢 你们还我妹妹 还我呢 你们是怎么照顾她的 你们是怎么做哥哥的 你们能不能跟我一样稳动成福点 不怪弟弟们 是我不好 妹妹是为了我才主动回到江家 许墨和郑如谦 讲述了这几个月 跌宕起伏的事情 抬来个腿的风家 我看着就不是好东西 还偷自己 他怎么不偷人呢 把大哥认去当风家子风好了 到省去提心吊胆进行舞弊 狗热的归风 绝货的东西 全家上下都黑了心肝 早晚让野狗叼走尸体 早晚天打舞雷轰 踢死姓方的 郑如谦还在大骂 突然被雪楼伸手捂住嘴 他才想起来 自己还有个弟弟 也姓方 赶紧把走南闯北学会的脏话 咽进肚子里 呜呜呜 妹妹 我的妹妹没了 就那一个妹妹 好不容易走到现在 怎么就没了呀 谁陪我妹妹 邦老三 你在北疆 还不知道我们妹妹没了 几个明媚阳光的少年 都用他们各自的方式难过着 哎 哥哥 你回来了 妹妹回来了 老妇人 姑娘还是有点功力在身上的 一屁股把门给撞开了 也只有咱们家姑娘 许莫第一个反应过来 温然有礼的致歉 老妇人见谅 吴弟与妹妹已经小半年没见 有些失礼 还请老妇人屋里坐 让祖母见下了 用屁股撞开门 十一岁 还冲到哥哥身上 这的确与礼不合 也不是世家小姐的做派 虽然还没有入族谱见族人 但她也要束缚自己 学会做世家小姐 做一个让祖母满意的嫡孙女 刚才是我太激动 以后不会了 一定不会 菊莫正准备亲自烧水 谈月上前两步 举人老爷赶紧做吧 这种活还是交给我 二进小院甚少待客 茶叶也都是最普通的碎末 再漆也漆不出好茶 所有人都知道 江老夫人不可能喝这里的茶 但茶盏真的送进来后 她竟然伸手接过 拧了两口才放下 我只是想尝尝 我孙女每天喝的茶 是怎样的味道 人本以为妹妹是被抢走的 江家是可恶的 没想到真有个人疼爱妹妹 江生给你们带了一大盆肉粥 谈月正在烧火 这回差不多好了 刚说完 一股子肉香混着米香细了 鸡肠鹿鹿的正如谦 哪能忍得了 跟江老夫人告罪一声 便火尽火了 蹭了出去 你们也快些去大师傅特意煮的肉粥 江生喝了三碗呢 整个正清便指了下 许墨稳坐如山 你怎么不去 至子上又可随心 不为长兄自担责 他们没有父母 没有长辈 身为长兄的许墨 承担起所有责任 江老夫人必须承认 许墨的优秀远超江家子弟 江生有这样的长兄 或许也是一道靠山 事于生安稳的关键 他们又在玩闹 让老夫人见笑了 我们相伴着长大 总难免亲密些 无妨 我过去看看 二哥这次去里南 可有带什么好东西 当然是有好东西了 不过先不告诉你们 等我卖出去再说 啊 二哥不先给我们尝尝吗 嘿嘿嘿 你是想尝东西吗 还是想要礼物 二哥最好了 二哥每次都给我们带礼物 嘿嘿嘿 陪你们的 不许二哥 不许二哥 不光你们 老三跟大哥都有 里南那边的玉 算不得珍惜 价格却相当低廉 我这次除了果子 还带了不少预见 回头卖给首饰铺子 绝对能赚一笔 他的身上揉杂着精明 与质朴两种悖逆的气质 能够做到精明利落 却又多了几丝人前卫 虽说性格有些大开大合 喜怒哀乐都挂在明面上 但越是这种人 越能获得百姓信任 行商路绝对不会艰难 没想到这所小院里 除了许墨 居然还有第二位优秀儿郎 姜老夫人不愿再打扰这群孩子 借口去后院的卧房休息 我跟你们疯 里南是真热呀 公斤还穿着家哦 那边已经薄衫了 好些干活的人更是赤膊卷裤 真怕热死在地头 里南的太阳也大 那边的人肤色多黑 说话还有点垮 不仔细听都不知道讲的什么 要是知道发生了这么多事 我肯定连夜赶回来 绝对不让你们受委屈 我肯定要跟方家拼了 我跟他们没完 怎么没完 架着你的老驴重死他 那那不行 那违法了 是要判监禁的 可是大哥 重新考试不难 难的是方家绝不会让你安心考试 虽说许墨不怕 但架不住有心算计 总要提前提防 方家那么大 若是不择手段可怎么办 基础的安危无防 就怕方家有些旁门左道 放心放心 二哥哥既然回来了 绝对会保护你们 绝对不会让你们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上刀山下火海 有我这老二在 你们就稳住庐山 无否畏惧 好 那就全仰仗二弟了 只可惜 愉快的时光总是短暂 祖母身子不大好 每天都要小气 中午还要煮药 我们得走了 什么也好 正如千言吧 温志云并着长焰的笑容 全都消失 江春二哥刚回来 你就要走啊 小姑娘似乎想说些什么 又说不出来 她急匆匆去了后院 正撞上夺步的花甲老太 怎么了这是 祖母 该回去了 江老夫人心知肚明 长叹了 好 那我们回去 要是能把我自己 劈成两半都好 就要一半留在江家陪祖母 一半留在小样陪哥哥跟姑姑 没问题 cyh 我 哈哈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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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